做了这么多天的准备 现在是时候出发 前往火山洞穴了 这次挑战无比危险 为了安全 我决定让小男孩留守天堂岛 继续学习基因融合技术 小男孩对我依依不舍 但是为了寻找育儿 只能暂时分离了 我的恐龙三巨头充满了斗志 仿佛这次出击必将胜利 走到一半时 我突然发现 居然忘记带上历齿猪王一起前往了 它能帮助恐龙三巨头回血 是个重要的帮手 没想到关键时刻 还是出现了岔子 我需要抓紧时间回去 就在返回天堂岛的路上 我隐约听到了一些爆炸声 但我并不害怕 有恐龙三巨头为我保驾护航 我信心十足 过了一会儿 我终于赶回了天堂岛 却发现我的巨型恐龙门 遭到了破坏 难不成这里发生了危险 我急忙寻找小男孩 只见他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 我去 看来我离开的这一会儿 真的发生了大事 在我简单救治之后 小男孩清醒了过来 他虚弱地对我说 在我离开之后 他急忙开展了新的基因融合 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巨大的怪物爆炸而出 并且不受任何人控制 开始暴乱 小男孩拼了命 才保护融合机器 不受损坏 而那个怪物 随即也离开了 好家伙 简直欺人太神 既然这个怪物 敢欺负到我的头上 那就别怪恐龙三巨头 不给面子 跟着怪物传来的巨大声音 我很快便找到了他 这一次 我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残忍 我的妈妈呀 这是个什么怪物呀 泰坦龙一样巨大的体型 他的两条腿 远被改造成了 金刚Boss的强壮手臂 头部顶着厚重的庄甲 尾巴却是 空谷龙Boss的头 看来小男孩是提取了 战利品的基因 配合雷龙而创造出了 坦坦暴君 小男孩不一样的想象力 没想到给自己带来了危险 如今泰坦暴君已经不受控制 只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我必须要干掉它 我指挥恐龙三巨头 直接向它发起冲锋 泰坦暴君毫不慌张 两个金刚手臂狠狠地砸向了大地 随后甩起了长长的尾巴 还伴随着一股金色的电流 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种攻击方式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震惊之时 泰坦暴君突然用头部攻击 他的眼睛开始发出雷射激光 好像超人的激光眼一般 伤害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周围的生物全部化成了烟 还好我的恐龙三巨头血量高 华欲强 能接受它短暂的攻击 但我知道 今天我完全低估了它的伤害 如果不能尽快击败它 我将连命都丢掉 林顿龙还在苦苦支撑 与霸龙的牙齿 想必已经被磨光了 而我攻击力最强的毒液亡龙 体内的毒液也已经消耗带戒 完了完了 泰坦暴君依旧在不停地发射激光 而我的恐龙三巨头 已经扛不住了 一种感觉涌上心头 我要输了 果然不出所料 恐龙三巨头接连倒地 我失去了拥有的一切 在绝对实力面前 人类就跟蝼蚁一样 为了活到最后 不得不尽快撤离 恐龙三巨头倒下之后 我甚至不能多看他们一眼 这让我无比痛心 回到了天堂岛 小男孩受了重伤 在床上躺着不能动他 而我也从他嘴里得知 原来进行基因融合 是有风险的 如果不小心 就会造成生物失控 可惜这一切 我发现得太晚了 让自己损失惨重 让我无比器重的小男孩 身受重伤 但我并没有气馁 身为一名探险家 就要不断地克服各种困难 既然不小心研究出了 泰坦暴君 那我就要想办法干掉它 挑战不能停止 育儿还未相见 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